您好 欢迎收看9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花莲县文化新传奖对于地方的文化艺术界 具有崇高地位及指标性的意义 经过了激烈贫选之后 109年文化新传奖得主是苏明珠女士 8号在县府大礼堂举行了颁奖典礼 县长徐正会颁发奖座及奖金表扬 200多位艺文界人士也到场祝福 共同见证花莲的艺术文化新活永续代代相成 花莲文化艺术界具有从容地位 以及指标性的意义的文化新传奖 经过激烈竞争的评选过程之后 6月23号公布评选结果 而这项最高荣誉由苏明珠女士 获得109年度文化新传奖 并且在9月8号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颁奖仪式 现在许正会也亲自颁发 并且肯定苏明珠女士的坚持 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人生如果一反风顺 一直非常非常顺利之下 其实我想很多的表演过程 或者是很多的坚持以及毅力 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没有办法这么精彩 没有办法这么丰富 而这些的大大小小气费 也复复的考验 也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对于艺术文化 这么的坚持 而且这么的有热忱 充满了充满了生命能量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 人家说知识是力量 而艺术更是让生命 让它发光 让它不断的激励生命不断的成长 而艺术更可以挽救一个人 对于世界的看法 以及它生命的看法 所以今年真的不容易 等待了二十五年 熬了二十五年 我们的古典芭蕾 其实算是真的 以现代的艺术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冷门 而且比较华丽 它必须要有坚持 还有经济的投资 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负担 罗德芭蕾舞团成立二十五年 每年持续编剧发表新剧作品 已经制作十一出大型芭蕾舞剧 并且定期邀请国际知名编舞家 以及首席舞者 并获得教育部办法一表零零六年度 资深优良教师 并且荣获蔡英文总统召见表扬 记得喜欢黄色波道